叫做什么2D的教学懒人包 就是以前 我上课东西 这边都有在我的那个部落格你打吴老师 出来之后的部落格的 左边的地方就有一个 我的那个懒人包 那所谓懒人包就是我以前反正有 有收集有做的那个 相关的上过课的连结都会在这边出现 当然一定是不可能完全 完整 所以至少但是至少你也可以参考 比如说有Kate2008的 2010的跟2012的 那里面当然有入门的有基础的有证照的 这边通通都有 连结还这么多 从2009年有整理到现在 最近 2014年 这边都有 等于是大概四五年时间里面的 相关连结很多 那也不怕你们看 就怕你们不肯不肯花时间而已 东西太多了 而且Kate的相关的影片 Po在YouTube上面 我不知道Po了几千个吧 我所有的影片加起来破万个 教学影片 因为只要上课我就喜欢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 这东西都是 就是很 很好 一个很好的资源 那3D的部分也有 之前上过课的东西在这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先去学一点东西的话 也可以先看看 反正参考 因为我每一学期 我都会想要跟前一期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会稍微调整 所以你也可以先看旧的 新旧可以参照 OK这里面也蛮多的 你看这么多 甚至有些成果展 那这个大概跟各位讲一下2D3D 那之前同学做了什么 大概就画一些基本图 那最后呢 这个是我们 呃 就是成果展里面放的 结果上我最后会给各位出图 那因为出图 我们有成果展 所以我会教各位做出类似像这样的图 画出来这个大概半个学期啦 我们成果展大概就是三分之二 的时候就要教 就学期大概到第10周左右开始要准备 所以你们以后每次上课 只要有上课 有画图 请你就把它存下来 因为大概在其中 间左右就开始要教作业 跟那个2D的一样 所以你也要教这个给我 那反正我们画出来 你看起来这图好像有点复杂 基本上不会啦 反正就是一些 基本的指令就可以把这些画出来 然后再把它涂一点颜色 那至于涂什么颜色 我会教各位啦 反正你就把它当个点像小画家一样 你也可以自己 着色上去 每个美感都不一样 有的人 就可以画得很漂亮 有的人就会画得 好像没那么漂亮 不过这没有关系啦 那 再来就是有关我的证照 当然我教日本课自己 也要有类 相关的证照 当然 我有沙利沃斯 跟 AutoCAD 3D的证照 是没问题的 但我除了说 教 这些之外 慢慢因为 我也教很多 其他电脑 现在教最多的 程式设计 写程式的 还有呢 自动化 像什么 VBA 其实 这个就是什么 工作上会用到的 提高效率 就是让程式自己跑 一个一次 每天都做一堆事情 就那些事情 其实都可以用程式 按个按钮 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所以大家 一听到 可以提高效率 所以下上课 最快满的 就那一班 一下子就满了 一下就满了 那另外还有写那个 手机的APP 那个也是很夯的 然后 然后就就是这个课 所以我发 我现在开的课 几乎都是 大家都还算是蛮热门的 所以我的课开课状况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OK 诸如此类的话 如果各位有有信 另外AutoCAD本身也有那个 VBA 其实AutoCAD以后 也可以自动画图 只是说这一块 需求很大 但是 会 就是有在教这方面课 几乎是零 很多同学想学 但是 没有开这种课 为什么 因为你要自动化 甚至以后是不是可以 自动跟 自动跟什么 跟现在有那种 3D印表机 还自动可以出图 出图的话不见得是列印出去 甚至是直接可以列印 出 你要的东西 现在还有很多零件 用途非常广泛 我那天看一个新闻 有一个那个 出车祸的 几乎整个脸全部毁容了 然后他缺里面缺很多东西 就用3D列印机 把他的那个 需要的 应该那个材质比较特殊 应该是 跟人有相容的 他就把那些 东西把它列印出来 然后呢 把它装在他脸上 完全看不出来 几乎整个脸 恢复率 大概90%以上 那也就是以后 你想要 只要你可以 看得到的身边的东西 这些 如果说有些零件你找不到 你也可以自己输出 像什么汽车 有些古董汽车 零件找不到怎么办 如果你有旧东西 你也可以 用3D扫描器 扫描之后 再自己修一修 甚至你那个零件还可以改一改 自己再印出去 只是说因为现在3D印表机的 精密度 还不太够 一万多块的那个拿来玩而已 如果你要很精密又可以输出零件的话 恐怕要还是要上百万才有办法 那当然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这个以后很 无法想象的 那我的证照 那也带学生 另外也有参加那个命题委员 因为证照考了一堆 就也有那个单位找我去 去参加命题相关的 OK那这是我们的理念